驻日代表 谢长平这时候也发话了 不过他发话的内容 好像跟这一次断交 关系不大 他说最近大陆跟台湾 对台湾这边 施加空前的压力 不过对日本却不断地示好 不过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断交的又不是日本 我们跟日本的关系 怎么这时候提到现在讲呢 台湾内部的中国政党 不断地扩大台日之间的矛盾对立 包括了这个慰安妇的 这个同向的议题 还有这个核实的 这个公投的议题 他全部都在里面讨论 他认为台湾就是有政党 刻意挑拨分化 台湾的外交 这对于台湾非常不利的 可是这时候很奇怪 这蔡英文总统才叫大家团结 为什么他这个时候出来 去捅我们的总统一刀说 其实是有政党在分化 那到底要团结还是分化 这个民众也是看破手脚 认为说你这时候讲这个话 不是跟我们的总统唱反调吗 而且你现在在断交的时候 出来讲这个话 是不是想替日本收割什么好处 你的立场真的怪怪的 甚至有人非常直接直接说 你是台湾人还是日本人 你是驻日代表 驻是驻在日本的驻日 还是帮助日本的代表 重点是你把大家最敏感的 慰安妇的话题 还有这个核实的东西 全部混在一起讨论 明哥我想要问一下 我们小新总统好像对于各个议题 我们现在讨论他好了 好像对于这个邦交 断交已经非常有心得 非常有流程 事情一发生 反正就是把问题全部推到 大家可想而知是谁的身上 都有SOP了 他两年之内就累积了五次断交经验 他的经验当然很丰富 所以他现在已经有一个 基本的SOP了 反正出了事情 就推给在野党就对了 然后都是怪在野党的分化挑拨 问题是谁在分化挑拨 其实当面临这样的状况 我相信国内没有政党是乐见 可是问题是 你出了这个状况 政府应该告诉我们 你怎么去面对 然后就像民进党 从口口声声讲说 他能够拓展台湾 在国际的生存构间 那你怎么去拓展 你拿不出任何的办法 每次都讲这些话 有什么意义呢 然后实力上 就是网友讲的出口转内销 还是要想办法故意去挑拨 然后达成年底 增加选票的目的 其实目的就是这样子而已 但是我觉得 蔡英文未免太抬举自己 她一直要把自己强调 变成一个是 非常强烈的受害者 说因为我们不愿意给 萨尔瓦多8500亿 所以中国大会就趁机 向我们强调 都是钱的问题就对了 对 我跟你讲 其实根本就不可能是那样子 为什么理由很简单 你们真的以为 萨尔瓦多是白痴吗 8500亿耶 那为什么只有今年才跟我们要 他过去为什么不要 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吗 你以为萨尔瓦多不知道 台湾的经济财政状况吗 他每次会跟你要这么多的钱 他自己也知道 不可能会要得到的 所以这一件是什么情况 是蔡英文在自己 往自己脸上贴金 我老实告诉大家 萨尔瓦多什么时候 要离开台湾 不是现在 他2009年到2012年的时候 他一直跟中国大陆说 我们跟台湾断交 跟你们建交好不好 这是中国大陆自己的外交官 自己讲出来 他说当时因为两岸之间 有九二共识的关系 那因为两岸之间关系很好 那中国大陆就婉拒了 萨尔瓦多的要求 因为萨尔瓦多其实一直希望 引进中国的资金 但是问题是呢 慢慢慢慢慢慢开始 两岸关系开始转变之后 那中国大陆在中美周一 有他的战略需求 因为他最重要的战略需求 就是那个联合港 也就是这一次被民进党 计较为文字港那个地方 那中国大陆希望能够拿到 那边的特许 特许经营权 因为他在那边除了 他的商业利益之外 他甚至有可能在那边驻军 所以呢他从2015年的时候 就已经跟萨尔瓦多 在谈这件事情了 那双方一直在去 在就这个东西去磋商 那8500亿是什么东西 8500亿是包括那个文字港 整个的建设 维持的经费 跟周边铁路的建设 加起来是8500亿耶 那你觉得萨尔瓦多会 这种东西会叫台湾去买单 你想也知道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他们故意 要故意去扭曲说 中国大陆用金钱公式 完全错了 中国大陆这一次完全只是顺便 我老实讲 因为他要的是那个港口 他要去占助萨尔瓦多 那你觉得他跟萨尔瓦多不建交的话 萨尔瓦多会给他特取经营权吗 所以这个是12221的问题 这边绿营的人故意去扭曲这个焦点 但是我也必须讲 谢长廷这个人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趣 我现在搞不太清楚 为什么我们到下外交部 还要发给他薪水 这个根本不够资格领我们的薪水 应该是领日本的薪水 尤其你看这次在脸书上 我不知道他在这个时机 故意挑这个出来是干嘛 他是跟蔡英文有什么仇恨 然后呢 他说中国大陆最近对 台湾施加空前的压力的时候 然后故意对日本示好 那老实说 中国大陆对日本要不要示好 那是中国大陆的事情 跟台湾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中国大陆这样去做 也不代表台湾一定要这样去做 结果呢 他说因为 所谓的中国政党 其实指的就是国民党啦 是 他说国民党 因为去在台湾市党部立了 为安复同降 然后呢禁止东北食物 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不讲核食哦 他按照日本的口感去讲东北食物 他底下其实还有一篇 就是欲文翻译 对 我觉得这个人恶劣到极点 你到底是来干嘛的 然后呢 他就故意这样去讲说 都是因为国民党在 故意要去挑拨台日之间的关系 我老实说 我跟大家讲一句话 刚好萨尔瓦多这个例子 对 你觉得萨尔瓦多跟日本 谁对台湾比较好 我觉得萨尔瓦多对台湾比较好 萨尔瓦多顶多只是因为要不到钱 说好那我跟你撤 我不要跟你建交 那日本是怎么样 日本是第一要跟我们断交的国家 然后呢 这个跟我们断交的国家 每年要从台湾赚200亿以上 美金以上的顺差 然后呢 他占领我们的钓鱼台 然后呢 他不愿意对外安富尔历史罪行 公开道歉 然后呢 他现在呢 你知道每天还要逼我们吃他的核食 那你觉得哪个国家对台湾比较过分 那好 你现场你如果真的要去帮日本推销这个东西 那你拿出你驻日代表的本领出来 你就要日本跟台湾建交啊 日本愿意跟台湾建交吗 没有嘛 结果这个把你吃干妈进的国家 你还好意思把他拿出来 讲 老实讲 我觉得萨尔瓦多比日本好多了 日本才是最恶劣的国家 所以我觉得 这根本是很荒唐的一件事情 这个政府已经完全荒腔走板 在面对外人的时候 他完全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他们只会一件事情 就是出卖自己的国家 是 我们说这个蔡英文到现在 应该会觉得是多事之丘 怎么事情发生那么多 背后还有一只人在插他刀 这谢长廷呢 说的这个内容 我们就是有点不敢置信 他是一个提出政策 哭入保护的会员 扎英经说他要提出政策 你现在是中华民国主力的代表 你现在是去 政党庭你现在是怎么 是林安倍做客牙 你现在该做安倍的政党庭就对了 好 日本雷高官房中官 标准对这个卫安府 是说极度遗憾 这样而已 这个甘议委 你现在跳出来是怎么 卫安府不是我们台湾人的体力吗 卫安府不是我们台湾人 应该大家站出来讲话吗 蔡英文总统 你不必跟他教授一下吗 你跟那个阿嬷怎么说 说专行政议就对我们这些阿嬷开始 两年过去了 什么叫做专行政议 贼重庭 你现在过去 市民党再说过 你做台干 你连当局就出门了 民进党的当局就出门了 所以你今天来出门台湾人 我也不议我 你改日本生我也不议我 但是日本人现在叫你母子和你女儿女儿 去给他服务 服务了你还要给他阿嬷杜就对了 你敢是这个意思 现在是什么 台湾人不能替委安府说两句话话 站在当局标示 日本人要用这些历史的悲哀 来度账 这样不行 现在是什么 去日本人做减 你这个台读我告诉你 你会赢去台湾人民的公分 你会赢去台湾人民的公分 贼重庭 你会赢去台湾人民的公分 像我过去 三科与省南盖 会做了别的就是会做了别的 不过你过去出门民进党这些东西 你现在来出门台湾人民的公分 你去一个日本做官 很贼 贼不贼 不贼台湾人民的公分 要一个乞丐 就不然有一个做官的阿弟 做官很穿 你回来诈台湾人民的公分 你怎么让日本人操纳 这个外国 并不清楚说 大家其他的国家 韩国人为了这个事情 外奋怒 去贴日本人 怎么结构 我们是不离说和平 不可以了解 但是历史不可以欲望 这是我们台湾女孩 受过的苦难到疼 你不是台湾人 你不是口口吃吃 说你是台湾人 阿郎 去日本担任党 该省闭门 干什么 你忙回来台湾 我给你说 你回来台湾 两千三百五十万人 包括冲英文 就会对你配出一碗 哭 哭 哭一般人 你是中华民国的代表 还是你本主宰台湾的代表 搞清楚状况 的确就是 这个谢长婷的言论 其实真的会让人怀疑说 你是不是这个 日本驻台代表 那么如果这话再说的 更严重一点 尤其在这个 对于外安妇的议题上 包括他这些言论的自知巨据 你都会觉得 忍不住想问 这不是汉奸 什么才是汉奸 抱歉我这话说的 真的有点严重了 可是我相信 很多的观众朋友 可能心里面 都有一样的疑问 那么就当蔡英文总统 在高喊要团结 要团结的时候 那他这招是在 打脸蔡总统吗 子哲 没有错 我坦白讲 我觉得谢长婷 这一番言论 是非常不妥的 不管依他的身份 或依他是 中华民国的国民 中华民国驻日代表 坦白讲 都不应该说 这样的话出来 不管是你说国民党 或说很多民间团体 在帮慰安妇争取权益 这一件事情 坦白讲 我觉得这应该蓝绿 应该有共识的 怎么会现在 这个谢长霖出来讲说 你去帮慰安妇 这个争取权益 或把这个议题提出来 就是怎么样 破坏台日关系 这是不对的 而且坦白讲 国民党在这个核灾食品上 也提出公投 禁止这些核灾食品 来荼毒台湾人民的 这个身体健康 这一件事 食品安全也应该 抛开蓝绿的这个争议 所以说这两件事情 竟然被谢长霆 形容成是破坏台日关系 我觉得这真是太离谱了 中华民国派你去日本 做驻日代表 不是帮助日本 不是去做媚日代表 是你要你帮中华民国或台湾 来发声来讲话 怎么会现在变成 大家觉得说 这个谢长霆过去以后 刚才委员讲了一样 渔民在这个什么 台日争议的海域 发生了这些问题 竟然他形容说 这个台湾的渔民比较活泼 这个什么等等这些 对台湾渔民没有帮助 甚至帮日本讲话的这种感觉 所以说我觉得谢长霆 已经非常不适格 也不适任了 最好我觉得蔡英文政府 把它换掉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做法